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超过25岁 难怪外界都说 没有人可以一直年轻 但萧亚轩的男朋友可以 出道以来 萧亚轩的恋爱一直都是网友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 要说最出名的就应该是那句 他从来不把超过25岁的男生放在眼里 这句话当时被爆出来后 引发了全网热议 萧亚轩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些网友也开启了嘲弄模式 对萧亚轩的宣言 更是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抵制 但让谁也没想到的是 萧亚轩还真的做到了 萧亚轩算是出道比较早的明星了 可以说是娱乐圈的前辈了 他在巅峰时期 更是被称为流行天后 感思众多 即使有着这样辉煌的过去 但是也不可否认 他已经逐渐的上了年纪 2021年 萧亚轩已经42岁了 娱乐圈就是这样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新人上场 所以上了年纪的萧亚轩 也逐渐地退出了舞台 而让萧亚轩再次活起来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的事业 而是他的恋爱天赋 一个接着一个的小鲜肉 被八卦媒体爆出 是他的恋爱对象 更让人惊奇的是 他们不仅长相较好 气质优秀 丝毫不输于娱乐圈的男星 而且他们的年龄 也是一个比一个年轻 就像萧亚轩说的那样 没有一个男友 是超过25岁的 萧亚轩最近的一个男友 黄浩 就是一个1995年的小鲜肉 高大俊良的外形 阳光大男孩的气质 不知道戳中了 多少网友们的萌点 据悉 黄浩已经和萧亚轩 谈了四年的恋爱 也就是说 当时他和萧亚轩 在一起的时候 也只是一个21岁的小鲜肉 两个人的恋爱 也是非常的甜蜜 曾经多次一起登上了 综艺节目 其中最出名的 应该就是 女儿们的恋爱了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两人大撒糖精 虽然黄浩当时的年龄 是小了点 和萧亚轩有着16岁的差距 但这丝毫不妨碍 两个人的热恋 两人之间并没有 所谓的年龄鸿高 那时的黄浩还说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感动的话 那就是说 萧亚轩永远是他的小公主 是啊 女人不管到了多少岁 都希望在另一半的眼里 自己仍然是一个小公主 当时看综艺的时候 两个人插去16岁的恋爱 被当成了一个噱头 不少网友是抱着 不好的心态去看的 但没想到最后 却被两个人感动了 都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时甜蜜满满的两个人 最终却落得了分手的结局 这件事情更是直接登上了微博热搜 7月6日凌晨 萧亚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称双方的想法不太一样 女方还有自己的梦想 男方也有自己的想法 祝福彼此一切平安健康 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式 谢谢你的一切 再见 虽然这段话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分手 但是从文字中不难看出 他和黄浩的缘分已经尽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瞬间在网上炸开了锅 众多网友猜测他们分手的原因 更是有网友调侃 两人分手是因为黄浩已经过了25岁 所以被萧亚轩抛弃了 然而这一切的猜测都只是假象 没有人知道萧亚轩在感情里 有多么的脆弱 早在女儿们的恋爱里 这一段姐弟恋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黄浩曾吐槽过萧亚轩过度的情绪化 说他一旦情绪上来 自己连呼吸都是错的 而且两人还经常吵架和冷战 最后基本都是萧亚轩 先放低姿态 主动道歉 才能关系缓和 看过节目的观众 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觉得黄浩没有那么爱萧亚轩 就连萧亚轩的身高和鞋码 对方也不知道 而萧亚轩虽然有钱有名 但是年龄终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高 在黄浩面前 其实他是没有自信的 偏偏他依然有着小女孩的恋爱心态 为了那份心动不惜飞蛾扑火 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份不适合的爱情 他自己也坦言 每次谈恋爱时 都会在心中留下不容易愈合的伤 而这话也恰恰说明 他是一个在感情中非常脆弱的女人 即使拥有过18任男朋友 但他也并没有网上传得那么洒脱 他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而且害怕自己完全地陷入感情里 无法自拔 但每次总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到最后他总是在感情的漩涡中不可自拔 而内心的伤痛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回顾肖亚轩与小男友黄浩的整个恋爱过程 这一对姐弟恋 其实一直受到了外界的舆论 甚至很多网友表示 女强男弱的这一对实在令人担心 当年肖亚轩可以说 是为了男友付出了一切 他在黄浩的身上 投放了非常高的感情寄托 这一贯号称不考虑结婚 也不向往结婚生子的他 还破天荒地表示 想给黄浩生小孩 想和他进入婚姻的殿堂 而在男友的事业陪伴上 他也付出了很多 肖亚轩经常带着黄浩上吐槽大会 和女儿们的恋爱 甚至还陪他一起参加MV的录制 还在国外租豪宅 供男友发展事业 而肖亚轩做这些 完全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捧黄浩 在两人交往期间 肖亚轩对黄浩寄予了厚望 一直用极高的标准要求男友 让他连周转地学唱歌跳舞上表演课 强度高到 一度把黄浩练得吐血 还被送到医院急救 只可惜 大众被黄浩吸引 纯粹是因为他是肖亚轩的男朋友 脱离了这层关系 没有人关心他 除去两人相处期间 有的一些小摩擦外 两人在感情方面的认知 也有一定的差距 录制某综艺节目时 有嘉宾询问肖亚轩 你认为分手之后 可不可以继续做朋友呢 肖亚轩认为 当然可以 只是两人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而已 即便没有了男女感情 之前建立的友谊 也还是存在的 听到肖亚轩的观点后 黄浩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两人绝对不可能再当朋友 如今肖亚轩分手了 男友黄浩又成了他的一个 极油的对象 网友们纷纷留言 感情这一种东西很奇妙 希望肖亚轩分手之后 继续自己的快乐生活 黄浩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而肖亚轩的工作室 针对肖亚轩分手一事 也做出了回应 工作室称 情侣之间难免有吵架和争执 尤其是在如今的环境之下 很多人都在家中 肖亚轩同样如此 再加上他面临很大压力 受伤的疤痕还未修复 工作方面的事情 累积到让他心力交瘁 经纪公司还透露 黄浩是想在这个期间 带着肖亚轩回温哥华见家人的 但肖亚轩因为脸上有疤 所以拒绝了他 肖亚轩的心情不好 能够理解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之间的问题爆发 也完全正常 因此经纪公司还表示 很多情侣平日里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再说未来的事情 谁也说不定 所以他们如今 决定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这并非彻底分手 他们还是深爱着彼此的 如今黄浩回温哥华 也是给两人彼此冷静的空间 让彼此有一个喘息的时间 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份感情 他询问肖亚轩如今境况如何时 公司表示 如今肖亚轩的身体状况 以及精神状况都不太好 所以接下来 又用时间来调整 并且还有很多工作等待他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经纪公司的回应 真的是一语双关 虽然告诉大家 两人确实分手了 但却并没有否认 有复合的可能性 在爱情上不顺随的肖亚轩 生活中也不太如意 今年二月 肖亚轩就被抱在家 被狗咬伤面部 黄浩也受伤严重 两人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养了很久后 肖亚轩发了自拍 照片中依然可见 很清晰的疤痕 堪称是毁容 他自己也说 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三月 肖亚轩又因脑压过高 挂了急诊 被曝光后 解释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日夜颠倒 才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最夸张的是 在2019年10月 肖亚轩拍摄MV时 头部遭到重创 被划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最后一共缝了5帧 而照片是过了半年后 肖亚轩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 再把时间往前拉 2017年 肖亚轩就因为工作原因 过度劳累 导致自己身体变差 之后她还因此 患上了抑郁症 为了治疗抑郁症 肖亚轩隐退了近20个月 而当时的男友黄浩 也一直陪在她身边 后来肖亚轩参加 女儿们的恋爱时 时常出现眼神迷离 手抖的情况 还被大众猜测 是不是抑郁症复发了 仔细想想 近几年 围绕在肖亚轩身上的标签 除了男友之外 就是各种各样的疾病 她有时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一些自己的照片和视频 还被打上了精神不太正常的评价 在那还有几个人 记得肖亚轩曾是创下 全球华语唱片销量纪录的热辣天后呢 当年她实力稳坐第一把交椅 各大音乐奖项 更是拿到手软 但如今剧也变得无人问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请多多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